也宣告淪陷了 一名公务室的同仁 在昨天出现发烧的症状 昨天傍晚裁剪阳性 通知全办公室的同仁 接受裁剪 目前知道是有10个人确诊 而环境裁剪的结果 是有3处剪出了病毒 因此台大医院宣布 停止所有的常规手术 并且要进行全院普筛 国内医院龙头台大医院 宣告淪陷 因为有一名公务室同仁确诊 这位公务室同仁 5月18号发烧 当日裁剪阳性 同办公室的36个人 裁剪完毕 并且进行隔离 目前总共有10个人阳性 其中有人有万华足迹 仍然在疫调当中 这名台大员工办公室 在地下三楼 这名台大员工办公室 在地下三楼 平时负责修缮业务 除了办公室之外 往前匡列7天 调查其他曾有足迹的院区 目前环境裁剪 有三处发现病毒 第一个是医疗单位 就在医疗单位 直接就普筛了 那如果是行政单位 我们会设计特殊的地方 来普筛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希望在 48小时内 能够筛检完成 全院普筛 就是担心这名修缮员工 平时业务需要 还是会有接触到 医护的可能性 因为公务室群聚 台大医院从19号开始 停止所有常规手术 新病人入院 以及进行门诊降载 非紧急的病人延期就诊 会担心被传染 被感染 你从机场那边 就要完全严格控管 你让它流进来 你怎么样都没用 随着本土病例大爆发 台大医院表示 现阶段的应病措施 势必会冲击到医疗量能 但是面对这波感染 恐怕也无可奈何 记者陈玄白王一仲 台北报道